本周要介绍的排行榜书是获得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第65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心理力之类第8名 书名叫做三分钟未来日记 一书加一日记 写下的愿望真的都实现了 副日记本 作者山田红美 冰田真有美 艺者龚宛如 出版社方志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1号 电容简介 想不出来要写什么 只要跟着描摹就能进入心想事成的世界 三分钟热度的你 也能持续下去的创造未来日记 包含清偿了1500万的负债 新书确定出版 中了乐透 事业的周转经越来越流通 另一半对我越来越好 拥有了梦想的家与工作室 对将来的不安消失了 以上愿望都真实发生在 实践三分钟未来日记的读者身上 为什么会这么顺利 因为经过特殊编排设计的未来日记 只需简单几个动作 就能将潜意识里的念头及想象 转变成可以实现的愿望 方法很简单 一写下今天的日期 二描摹浅灰色字体印刷的句子 三将希望发生的事 以过去式文字写下 七个星期后 你的脑与心灵会产生神奇变化 最惊人的是 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也没关系 只是描摹未来日记里的文字 就能实现愿望 作者简介 山田红美 一般社团法人Space Create 协会代表理事 Dream Space Creator 创始人 以及传授如何将看不见的幸福 和看得见的环境 连结的空间收纳居家魔法学校校长 举办各种讲座 并出版许多书籍 向世人传递快乐度过人生 让生命更美好 更有深度的方法 已经成功协助数千人 大幅改变人生 与冰田真有美合著 科学证实吸引力实验集 及三分钟未来日记 个人著作则有和宇宙连结的居家魔法 让你脱胎换骨 好事接连发生 打造财运旺旺的居家空间 从此心想事成的居家疗法 开运扫除数等 冰田真有美 流通科学大学副教授 作家 艺者 研究领域为英语教育 与正向心理学 与大学提倡内容与语言的整合学习 也就是将以心理学和脑科学 为基础的自我实现法 融入英语教育之中 除了希望提升学习英语的动力之外 也致力于让学生勇敢追梦 提高自我肯定 提升幸福感的各种尝试 个人著作则有 Grammar Network双向沟通的英文文法 从电影罗马假期 学习日常英语表现等 并发行电子报 以英语学习成功哲学 内容试读 怎么还都还不完 持续增加的1500万负债 当时的我负债1500万元 钱包里仅有几张百元纸钞 和少许零钱 离婚 失业 没有收入 我带着七岁的孩子回到娘家 却每天摊在床上 下不了床 本书的作者之一 山田广美 曾经有过艰困的过去 经历了许多波折 只求翻身 即使身处谷底 希望之光仍然存在于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 但因为一直垂头丧气 完全没有察觉光的存在 所以绕了好大一圈 才又重新找到幸福 好不容易终于抬起头 才发现远方微弱的光 之所以能够朝着光 毫不犹豫的迈进 都是因为有未来日记的陪伴 只是每天早上书写三分钟 为什么就会有好事发生 为什么能产生巨变 为什么能预知未来 为什么会有奇迹发生呢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我努力回想 未来日记诞生时的那段往事 那时实在太痛苦了 痛苦到我不愿想起 当时前夫从事店面的计划设计 与施工工作 他是个很重朋友的人 就算被骗也绝不口出恶言 没想到这个优点却害惨了他 某个时期朋友陆续帮他介绍了 腌菜店、甜点店、鲍鱼专卖店的 店面工程案 每个案子的规模都有几百万 到将近一千万 过去不曾有人在短时间内 介绍这么多案子 而且都是感觉有些奇怪的新客户 和这几个案子的业主聊过之后 怎么说呢 总觉得商店本身 好像跟老板不相干似的 让人不禁怀疑 真的有要开店吗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拜托浅夫 我总觉得怪怪的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些案子不要接算了 但浅夫认为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根据 所以听不进去 没想到就在他接了这三个案子之后 意外发生了 后来我才知道 当时很流行一种诈骗手法 这些人拿着工程报价单 去跟银行贷款 并发包给业者施工 之后不论贷到几成 他们都不会付款给承包业者 前夫运气差 被这些人骗得很惨 或许他们更有自己的难处 但施工过程中 我们再也找不到这几个老板了 一直以来 我都是等慢慢存到钱以后 才敢买较高单价物品的人 没想到居然会和委托几百万工程 却不打算付钱的人扯上关系 而且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 还必须收拾所有残局 遇到这种不合理的事 我真是无言以对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求求你跟我离婚 就算我们被骗 该付给业者的钱还是要付 这样的想法让我们走上 向亲戚借钱这条路 这笔债让我们变成过街老鼠 大家都不想看我们扯上关系 接下来的十几年 我都过得非常辛苦 但还是无法还钱 于是前夫去借高利贷 后来甚至连我的名字都拿去借 不管我们如何挣扎 还是无法脱离最糟的状况 每天忙着周转 我的脸上逐渐失去笑容 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有一天肚子痛到实在撑不下去 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是胃穿孔 我实在太想脱离这个状态了 用我名字借的钱 我会自己想办法还 求求你跟我离婚 我拜托前夫和我离婚 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了娘家 身心俱疲之下 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 完全起不了身 娘家的妈妈会给儿子一些零用钱 儿子把这些钱存下来 在我生日时 买自动铅笔和原子笔 当作礼物送给我 儿子买的都是高价位的款式 不像小孩会买的东西 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儿子送的特殊笔记本 体力恢复到差不多可以工作的时候 我找到一份足以支付生活费及债务的业务工作 周末及国定假日也要上班 因为我离婚后搬回娘家 不但同住的家人和生活跟之前完全不同 刚上小学的儿子也因为转学而承受心理创伤 但假日我就无法陪在他身边 偏偏这个时候不知哪里来的自信 我突然有了创业的念头 当时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从工程公司那边接案 在提供空间设计及咨询建议的服务 这份工作让我燃起了梦想 同时我也开始学习如何用网路工作 并研读心理学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妈妈突然对我宣布 家里没有钱养你们母子 而且你们一直住在家里 弟弟怎么结婚 你搬出去吧 之前被骗的钱还没还完 我怎么有办法搬出去 加上工作也刚起步 我不能理解妈妈为什么偏要在这时候赶我出去 她明知道我没钱在外独立生活 当时我好恨她 就在这时候 某天儿子送了我一本笔记本 这次他送的同样不是学生用的笔记本 而是比较高级的款式 封面还有一层透明树枝书套 儿子还用黑色油性笔 在胭织色的封面写下 送给妈妈的礼物几个字 我要将这本笔记本用在特别的地方 我在心里暗自发誓 绝对要让儿子幸福 心想真的能事成吗 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写日记 当时我有一个才女好友叫做咪咪 和我同一时期创业 教我许多事情 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有一个部落格 当初也是咪咪 手把手的教我如何设定才嫁起来的 第一次办讲座时 在现场帮我拍照的也是她 刚创业时她一直给我案子 坚持不要折扣 要求我报原价给她 咪咪就像空气一样 理所当然的陪在我身边 仿佛真正的天使 随时折引我正确的方向 某次我们聊到工作该怎么进行 对什么事有兴趣之类的话题 聊到拿破仑西尔的思考致富里的心想事成 不如我们来试试到底是不是真的 用什么方法试比较好 最后我们决定每天早上先写好当天的日记 假装一天已经结束 在日记里写下 今天一整天真是太棒了 我们聊得好起劲 觉得这个方法怎么那么棒 如果心想真的可以事成 那么早上写的内容就会成为事实 如果执念让我们绑手绑脚 反正人都是写过就忘了 这样不是刚好吗 而且这么做可以让一整天有个好的开始 怎么想都觉得好处多多 咪咪接着说 我们还要互传讯息 把真的实现的事情告诉对方 因为长久以来受到太多折磨 那阵子我不相信任何人 所以即使心里想着要变好 遇到事情时还是会无意识的 往不好的方向想 说出负面的话 但聪明的咪咪完全不勉强我 也不会不耐烦 只是努力改变我的想法和言行举止 我想他并非刻意为之 而是直觉知道我可以变成这样 我决定用儿子送的笔记本来写日记 这么写更容易心想事成 隔天起 我们就开始分享哪些事情真的实现了 这么做让我在艰苦的生活中得以放松 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重要时刻 当时的心情我记得非常清楚 仿佛昨天刚发生过一样 刚开始我决定先写简单一些的内容 例如今天搭电车去大阪居然有位置坐之类的 过了一阵子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我开始常常遇到正好有空位 或是电车里明明很挤 但坐在我前面的人会突然起身 冲出月台 好像忘记什么 或是发现自己搭错车似的 空出一个座位在我面前 每天分享日记里成真的事情 让我们非常开心 我每天越来越期待 未来日记要写些什么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当然 也有些事情没有成真 像是我最希望能够把债还完这个愿望 不管写了几次还是没有实现 日记里还写了许多难以对他人启齿的事情 不过没有实现就不用分享 所以心情非常轻松 某天我一时兴起 将日记里已经实现的事情用笔圈起来 圈完之后发现 实现的事情都有共同的写法 这些事情都是以非常简单 正确而优美的文字写下 而且都是使用 实在太感谢了 开心 好高兴 等正面情绪的叙述 相反的 那些没有实现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带着一种非实现不可的执念 所以虽然写得很慎重 却似乎感受到牵强的情绪 变得又臭又长又难懂 隔天我跟咪咪分享这个重大发现 咪咪不愧是我的天使 也替我高兴得不得了 愿望并非实现就是好事 后来我慢慢抓到书写未来日记的诀窍 甚至虚构了魔女金妮这个角色 在日记里向她许愿 或是向宇宙下订单 慢慢的可以用比较轻松的心情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最想实现的愿望 就是一直被催讨的三百万元可以马上还清 所以我就在日记里向金妮许愿 就在我用各种写法尝试了好多次之后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个来帮忙搬家的朋友在餐厅工作 某次到他餐厅吃饭时 坐在隔壁的陌生男子 突然没来由的跟我说了一些话 我父母有一笔钱放在银行里 都没用到 我想拿来投资 一般人不会对不熟的人说这些 我实在感到很奇怪 如果是以前的我 大概只会顺着他的话说 是哦 那么多钱啊 然后默默离开吧 但那时候我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 这该不会是未来日记的效果吧 所以我告诉他 其实我在做这样的生意 正愁没有资金 你愿意投资我吗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说好啊 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我 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我根本不认识他 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而且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 我想他应该是开玩笑的 结果他居然真的分三次把钱汇给我 更不可思议的是 总计金额居然刚好就是三百万 但最终我没能好好掌握这个幸运 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投资我的人 也跟他约定好 这一天可以开始收到投资报酬 却没办法遵守约定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投资人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景气也不太好 他要求我早点把钱还给他 于是这笔三百万再度成为负债 为了还出这笔钱 还经历了一番波折 这个悲惨的经验让我知道 归来日记的写法非常重要 即使愿望实现 也会分成幸福或不幸福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也就是说 正确的许愿方式 会在愿望实现后带来幸福 但不正确的许愿方式 却可能带来不幸 关键在于以幸福的方式这句话 我和咪咪就这样每天互相报告 实现了哪些事情 每天继续写未来日记 几个月后 我已经不再有 自己很不幸福这样的念头 不管是之前用假工程 骗我们的三个客户 把我当成过街老鼠 恨不得我消失在眼前的亲戚 或是把我赶出家门的妈妈 原本心里累积许多对他们的怨气 也都消失无踪 虽然状况还未完全好转 但已经慢慢变好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便停止继续分享 这本写有给妈妈的礼物 几个字的笔记本 和笔记里的日记 让我懂得与人分享 做各种尝试 这几个月的时光带给我许多宝贵的回忆 这几个月里我确定了心想事成这件事 就算大脑知道要多思考正面的事情 但如果心中有愤怒 悲伤 寂寂寞 执着等念头 事情就会往相反方向发展 并成为现实 我在未来日记写下希望获得三百万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我只写了获得额外收入 但没有写到以幸福的方式实现 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钱 没有写到任何关于幸福的事 当然这并非我的本意 但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内容就是如此 因为没有写到希望以幸福的方式实现 所以经历了一番波折 幸好最后还是解决了问题 只要不是因为失去至亲而获得保险金 这种无可挽回的结果 其实已经算是万幸了 写愿望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写下幸福两个字 本书所附的未来日记都已经包含了 以幸福的方式实现愿望的范例 大家可以放心 人生从此开始改变 藉由这本日记 我更明白 心想事成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而是在平常不过的尝试 书写的过程中 我发现许多事情和原本的认知完全不同 进而开始相信 并让这些事成为新尝试 人生也开始产生变化 抓住这些诀窍之后 即使没有日记 慢慢的我也能做到心想事成 在日记里以预知的方式 写下希望现实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 能让我意识到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悲伤 愤怒怀疑与不安 并且有意识的 不断的将这些置换成幸福与感谢等情绪 因此下意识所想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产生变化了 在这些摸索及反复确认的过程中 我体验到许多事实 即使未来在某些时候感到迷惘 笔记本里留下的记录也能马上启动并修正 带领我朝有光的地方前进 成为我的指南针 以前我的个性非常开朗 喜欢与人接触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但后来经历了很长一段痛苦的日子 使我在无意识间累积了许多愤怒与不安 但其实世界上还是点燃着希望之光 只要慢慢抬起因沮丧而低垂的头 察觉光的存在 就能找到远方的光并一步步往前迈进 但当时的我却没有察觉 当时我有一个持续发光的灿烂太阳在我身边 在我心中 并没有躲藏于乌云之上 我的儿子就是最初的光 但是我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这个光 才找到出口 过程中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的是未来日记 和书写不间断的自己 不知不觉中 我一直借由日记与最重要的自己持续对话 这使我才终于体会 世上最强大的伙伴是自己这句话 察觉所有事物的本质 也就是幸福的源头 原来就是自己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三分钟未来日记 一书嫁以日记 写下的愿望真的都实现了 作者山田红美 冰田真有美 译者龚宛如 出版社方志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1号 中文字幕志